美国多家龙头企业牵制我国,建立超级能源工厂,白宫发出警告。 据央视新闻11月5日报道,美国妄自尊大经济制裁多个国家,其实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。 就拿伊朗来说,5日就是美国全面制裁的开端,将针对伊朗的方方面面进行打压,不排除在地中海动手的可能性。 只不过,伊朗现在获得中俄以及欧盟的援助,就算是美国也不可能一一笔石,美国强硬的制裁反倒是将盟友越推越远。 美国国务卿声称豁免八个国家,而名单中没有一个是欧盟成员国,这可是将欧盟逼急了。 欧盟当即下令要求其下公司无需服从美国制裁,欧盟提供百分百的支持,将抛弃美元与伊朗进行经贸合作,势必要和中俄一起维护伊朗核协议。 因此,欧洲石油巨头到达尔公司降低在美国的产值,进驻中国扩建能源工厂一次消除美国制裁所带来的影响。 石油贸易绝对是任何国家的根基,每一家石油企业的减产与搬迁都会造成连锁反应,美国只能说是自作自受。 当然,这还不算完,在经济制裁的环境下越来越多的美国企业选择逃离,来到前景广阔的中国地区,相当于是带来了一大笔投资于岗位。 美国最大石油斯奇美孚,日前决定在广东惠州投资100亿美元建立大型化工研究厂,旨在为全球提供清洁绿色的能源,提高产品质量与利用率,进一步促进中国化石能源的发展。 据悉,第一期项目将实现每年生产120万吨的乙锡与聚并锡材料,最大程度降低中国对进口材料的依赖,形成自产自销的产业链。 当然,可能有人会说化石能源的研究会破坏生态环境,其实换水来都一样,想要科技进步必须有所牺牲,更何况短时间内的破坏是为了以后的可持续发展服务,何乐而不为呢? 如果说怕化石能源污染环境,那么美国特斯拉这家专门研究清洁能源,与电池的龙头企业就无需太担心了吧? 此前特斯拉就决定在中国北京和上海开设工厂与研究基地,主要负责生产电动汽车与电池。 毕竟他们在中国的销量远超欧美,为了中国这片森林放弃美国这棵老鼠,当然是稳赚不赔的买卖。 因此,特斯拉决定加快在中国的建设,弥补在美国的损失。 特斯拉总裁马斯克于3日表示,将在中国再建立一所超级电池工厂,生产所有的电池模组面向亚洲全部市场。 而且马斯克还流露出取消松下公司代工的意思,不排除中国厂区负责特斯拉全部的电池生产。 这所谓的超级电池工厂就是电动汽车的心脏,电池质量不过关等于百搭,可以说中国市场掌控了全球七成以上的电池生产命脉,有了特斯拉的帮助技术将实现飞跃性增长。 对此,白宫进行紧急协商,发出警告要求特斯拉保留美国的市场份额,保证现有的生产力度。 至于特斯拉会不会听从,恐怕还要看美国的下一步昏眠政策,否则有钱不赚是傻蛋。